這次就傳中文,唸很多詩,有些古文 甚至他可能自己比較喜歡綠鼎記 所以他放了很多綠鼎記的元素在裡面 而我的前生就是一個皇帝 變成中間就跟以前綠鼎記的一些故事情節有些雷同 我覺得他們的詩句可以再多一點 雖然環境都不少了 但我覺得可以再長篇一點 會令觀眾更加聽不懂 可能就是這樣,但有這麼說 他們也有時候遷就觀眾 變成他不想去詩句太長 通常都是一、二、三、四、四句 有時候多一點就是六句 是會難一點的 但我覺得是周文教授可以 難倒我,反而這次我覺得辛苦的地方就是在於 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在這裡 很多東西要拍 變成自己在這個集中力 整個角色變成 我拍戲這麼久以來 這次可以說是最不容易的一次 也都是我最集中精神的一次 幻想世界,又發生了這麼多事 這個又是前世又是一個什麼人 這個跟家仁又怎樣 中間又假生了喜劇 變成了很多東西存在 而令到自己的 很容易會分 很容易會分神 這部戲的成績出來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 也算不錯 至於家仁那裡 我覺得可能是錯的機會掛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可以抹殺了美儀他們的努力 為什麼每一年都很多人爭 但是我對她是有信心 我覺得獎項和她 是遲早的問題 我覺得她一定會拿最佳女主角 看不知什麼時候可以拿到 等一等 哈哈哈哈 我和Amy的關係好 我經常都說 爸爸媽媽的關係好 家裡才有愛 有愛的話 小孩子的成長 他們的笑容才會得到陽光 然後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好好去管理和維繫 千萬不要做一些 破壞大家的感情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說話 大家很多時候 可能火紅火落的時候 就會說一些來攻擊對方 而這些攻擊對方 每一個字 攻擊對方的字 都是破壞關係的開始 那我和Amy 從來都不發生這些事情 我不會說任何的說話 來攻擊我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很注重我倆的 之間的關係 變成我們不存在這件事 變成我們的關係 才可以慢慢維持下去 一吵架 你一生氣 一生氣的話 很正常的反應 第一時間反擊 什麼反擊呢 就尋找對方的弱點 用一些攻擊性的說話 就向著那個方向去發展 你自己不在意的 為什麼吵架就吵得這麼慘呢 就是為什麼 你就不斷地 不斷地發炮 不斷地說 不斷地攻擊 不斷地破壞大家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是 要知道就是說 夫妻之間的關係 就是要時間和精神 是要去維繫 就是我經常都主張就是說 任何東西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要麼做 要麼不做 做的話就會進步 不做就會退步 我們有一個叫黃金密碼 就是我們自己之間的一個承諾 在最緊急的時候 就算殺人想樓啊 我們只要講出這個密碼的話 大家都要以大家關係為主 馬上把所有東西放下 而不再去爭拗 而真的去愛對方 就算了